那慧妍她参加不了了吧 命运还怎么去呀 怪丢人的 那该不会把夏敏蓝给请回来吧 你把她请回来 能不能不请啊 不请谁唱啊 你唱啊 你唱谁听啊 可怎么大家都不喜欢她呀 这关系到咱们全村的荣誉 关系到精神文明村的这块牌子 不是所谓的你们大家喜不喜欢的问题 知道吗 你总不希望看到 我领导之下的天鹅湾村 今年的文化工作 排在镇上的倒数第一吧 我的话你听进去没有啊 我听进去了 不是帮你想主意呢吗 你真这么想的 我们俩是不是两口子 你是不是我老公啊 我再不喜欢夏美兰 我也得帮你啊 咱俩是一家人啊 对不对啊 那你准备怎么帮我呀 我 我还没想好 还是对啊 一鸣 你怎么了 我没事 你怎么这么烦 你没事就好 那你把比赛的事都忘了吧 好不好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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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能把比赛这么重要的事情 给忘了 我这回就是受错感言了 下一次 下一次 我一定会赢的 不行 我得赶紧练琴了 因为你这干嘛呀 你快放下这个 你别拿这个了 儿子啊 儿子儿子儿子 儿子乖啊 把这放下把这放下 和推投爸带你参加比赛好吗 是 练琴练琴 好 乖乖 孩子 儿子儿子啊 好像被什么地方给卡住了 你现在跟他说什么 他都不明白 叔你笑点声 他现在可敏感了 我 我知道 孩子 我听说 你爸不同意你们俩的事 你可千万别听你爸的 现在你要是离开我儿子 我儿子就完了 叔 你放心吧 我知道 叔以前对你不太好 孩子 你别省叔的气啊 好孩子 好孩子 一鸣跟你在一块儿的 就是最大的幸福啊 朱学师 你可真棒 写大字都能得奖啊 你还不赶紧去练字 争取得一等奖 骄傲了是吧 我怎么可能骄傲呢 怎么了 今天粘头大脑的 是洪主任批评你了 妈 你能不能别瞎猜啊 孙师 沈子 萧美 来了 我来跟你说说王一鸣的事 王一鸣咋了 你没跟你妈说呀 没说呢 我这不正为这事发愁呢吗 不是 王一鸣咋了 王一鸣不是生病了吗 这不就参加不了会演了吗 所以啊 我们家老鸣就说 还想请夏美兰再回来 请她 真是离了她这地球不转了 那倒不是 离了她呢地球照样转 但是 你说说 咱们村除了王一鸣以外 还有人比她唱得更好吗 在咱们舞蹈队玄玄 拉倒吧 舞蹈队一共就那么几块料 是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么多年了 谁能唱 谁不能唱 你不清楚啊 那可不一定 说不定呀有一颗啊 埋得很深很深的珍珠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还有基因突变的可能呗 妈 沈子 我觉得还是让夏美兰回来吧 还是在舞蹈队选 在这个问题上 我坚定地站在猪会计这里 等明天选拔以后再定 你 我白说了 你说什么 这个陈英也太有想象力了吧 你们以为你们舞蹈队 个个都是王一鸣啊 你万一你就试试吧 是不是万一明天出一个 刘一鸣 红一鸣 黄一鸣 李一鸣 陈一鸣呢 那不可能 万一呢 不可能 万一呢 不可能 没有可能 没有万一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是 好 行 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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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换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我来 我来 陈老师好 大家好 好 我唱个甜蜜蜜 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 我天哪 别唱了 都把名彩都号召了 行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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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来来来 再换一个人 陈颖老师好 各位朋友好 好紧张啊 好紧张 别紧张 别紧张 放松木畅 下面我带来一首小城故事 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那个 你别哆嗦了行吗 你唱得哆嗦了我冷了 别哆嗦了 可以了吧 这都 这都基本上 都定了性了 这谁 还有谁能弄啊 你怎么弄啊 要不我跟我们家 老红说说吧 你说什么说呀 咱们都准备 这么长时间了 那谁呀 那谁能唱啊 就跟我试试 你啊 好好好 好好好 谁 你跳舞跳得好 不知道唱歌怎么样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那个 那个 我就直接从高潮部分来了 好好好 快 高音 高音 你真傻子 不是 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求你了 别唱了 我今儿上不去了 我只帮着你一张嘴 给我个惊喜 我是个惊吓 什么惊吓呀 你唱歌要命啊 不是 那你们说咋办呢 那能咋办啊 要不然 把那个夏美丸请回来 那不行 这玩意 弄了这么长时间 咱功夫就排废了 我真的不甘心 怎么会强点气了嘛 这不是我们跳得挺好的 是吧 跳挺好的 但是没有唱的 是吧 我不信选不出来 咱好好想想 他就选不出来 那你怎么办 你不能把这慧眼 给人耽误了吧 那咱是练还是不练了呀 我家这鱼竿 才占了一半 我 我说你这什么觉悟啊 你的鱼竿重要 还是这慧眼重要啊 什么呀 这都着急上火了 还有你的鱼竿呢 行了 解散 医生 这么多检查都做了 我儿子到底啥病啊 严不严重 患者目前呢 心境低落 疑似是心境障碍的类型之一 他这种情绪焦沉呢 会从闷闷不乐 发展成为自卑 抑郁 甚至是悲观厌世 甚至啊 还会发生母疆 幻觉 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 精神病 那 那个大夫 你说的吧 太专业了啊 我们也听不懂 那到底是不是精神病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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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说话呢 怎么就是精神病了呢你 这不是我说的 大夫说的 通俗来说呢 患者患有精神疾患症状 那 那到底是不是精神病呢 我不是刚才说了吗 现在还不能这么说 那 就你说 你说什么杠 杠什么啊 那就是要住院吗 还是吃点热就行啊 住院呢 倒不必 要嘛 按照他现在的状况来说呀 也不需要吃 但是最主要的 和最重要的 是 要缓解他现在的患者的一种心情 给他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然后呢尽量避免让他再受到刺激了 是 剩下呢就是观察 然后静养 对了 如果说啊 你们发现他的病情 如果有严重的这种绩效的话 赶快来找我 你说这病看呢你说 他这么养着他能养好吗这个 主任 你说 会不会真是精神病啊 我说刘打道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谁还能把你当养巴卖了呀 怎么那么多废话呀 大夫说让静养 就静养 你还能比大夫更懂玩吗 他做着点什么呀 老关子 现在咋办啊 能咋办呀 先回村吧 走啊 那个 主任 什么 你看啊 这 灵溪心理咨询 是不是我 这个地方好 就去这儿 走吧 怎么样啊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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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试探着跟孩子沟通了一下 怎么 病情还是比较穷的 我倒是同意医院的意见 敬养心理疏导 疏导 这怎么个是疏导 就是啊 找出咱的孩子啊 出现症状的原因 进行心理权威 并且一定要将孩子啊 树立去对未来的信心 大夫 我就是 不好意思 我 我没啥文化 就你说了半天 我不知道到底该咋办 这 确实需要我们 专业的人员来做 而且治疗期啊 时间也比较长 那 有没有什么偏方 让孩子快点好起来啊 我这儿是心理咨询所 不是众医院 没有什么偏方 不过 倒是有医生方法 你们可以回去试一下 也许啊 还管用 是 啥方法您说 就是让孩子 再参加一次比赛 而且一定要叫孩子 在这次比赛中赢 这个难度啊 有点大 是啊 这话说起来简单 真多起来有点难 但是不管怎么样说 你们从今往后啊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在一些语言上啊 场景上啊 包括一些场合上 都要注意 不能让孩子再受到 第二次刺激了 你别看我啊 你看我干吗呀 我刚才我答应吧 是为了配合孩子治疗 我 我没把那句话说出来 你 你孩子都这样啊 我可跟你说 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 啥心理准备 你说啥心理准备啊 你说啥心理准备啊 孩子就在车里呢 你 你非让我把那句话说出来 你 你说出来呗 你别憋着 你说 说 说出来 这 要让你什么意思 你看看这什么态度 这什么 行了 行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说这些话 现在最要紧的 是给王一鸣看病 刚才那咨询师也说了 是我儿子从哪儿跌倒 从哪儿爬起来 是我儿子他在电视台跌倒的 从那儿爬起来 太难了吧 要说电视台呢 我 我还真想起个人呢 谁啊 那个 朱会计啊 他以前不是在电视台干过吗 你快别提朱会计了 他在电视台干什么呀 干个保安 有早没早打一杆子 没准真成了呢 对呀 没有可能 行了 别在城里丢人现眼了 回去 我给你买那衬衣 还合身吗 还行吧 挺显身材的 回头给你买一件啊 你不用给我买了 我买了两件 咱俩是晴了一框子 你心还挺细的啊 来 给你一个 谢谢啊 你也吃 谢谢啊 吃苹果啊 嗯 你再来一块 好 这种感觉太好 嗯 谢谢啊 谢谢啊 阿姨好 妈 妈 女的啊 朱 朱先生 你介绍一下我 妈 我现在向你正式地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女朋友 王倩 阿姨好 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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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得很清楚 你这个女朋友 我不同意 妈 我好不容易看上的 你能不能别拆散我们 你别给我们添乱呢 我给你添乱 你妈跟你说的话 你还听不听得进去了 我告诉你 你赶紧回家去 我们家不欢迎你 请走吧 别别别别别 朱律师 来 砸手 砸看 砸 妈 这 你能不能破坏我们俩的幸福 我破坏 我说你妈 娶了媳妇 忘了娘 你这媳妇还没娶 我这娘里不存在了 是不是 行 你厉害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吧 砸看 妈 朱律师 你妈这是在逼你呢 你出去你就上当了啊 我告诉你 你要上当我就走了 我要一走再也不回来了 别别别 不 王倩 王倩 小兔崽子们居然把门给给我滚上了 也不来追我 王倩 我是个孝子 你知道吗 这个事要是传着拒绝 我在我们村里就不好做人了嘛 他走他能去哪儿啊 你放心 过不了一会儿他自己就要回来了 不对啊 这是我家 我为什么要走啊 他走才对 去 去 这大班倩 这门一关两人就抱在一起了 不是的 妈 就是你推的 我什么时候推了 胡说八道 王倩真想了一下 我为什么要走啊 对不对 这是我家 批什么我走啊 要走的是她 王倩 妈 你能不能不说这么绝情的话 我跟王倩自从认识的那一天 我俩心相印爱情手牵手 不用脸 你要是破坏我们俩的幸福 如果要走的话 那 那我们两个一起走 你不能走 他走 请 主任师再见 不不不 我 不能管 王倩 妈 以后不许再来我们家 我跟你说 你给我回去你给我 你给我回房间去练大字 你快点了 一 二 妈 妈 您屡心吧 我还收拾不了你了 有人罢了吗 有人有人 在呢 有 有 有 买点什么呀 拿点瓶可乐的 六块 好嘞 来 给十块啊 来 找你四位钱拿好啊 谢谢 再看看还有点什么 想要点什么随便看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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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学师 朱学师 你个坏蛋 你还真跑了啊你 朱学师 你给我回来 老板 借了多少钱 五十 这两个呢 一百 这怎么回事啊 这 走吧 这个坏东西 不是 怎么又不买了呢 太贵了 你这么突然出来了 你去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那你总不会跟你妈一样 绕一圈再回去吧 那肯定不会 那你去哪儿啊 我想到镇上找个旅馆 住几天 给我妈施加点压力 你真有这个决心 那当然了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那你别住什么旅馆了 你去我家住得了 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的 你跟我爸住你不愿意啊 那当然愿意了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愿意 那 那上车吧 行 那 我带你吧 我路不要说 那你拿着 好 坐好了啊 好 好 王一鸣到底怎么样了 王一鸣是真病了 啥 你把湘羽叫来 我跟她说说这事 好好好 来 湘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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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快来 你爸找你 怎么了呢 干啥啊 闺女 来 闺女啊 有个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王一鸣啊 真病了 而且是精神病 她现在怕受刺激啊 你跟她分手的事呢 就先别提了 这是老洪告诉我的 我也就同意了 我觉得 咱也不能趁这个时候 跟人提分手的事 是吧 她真病了 嗯 那我得去看看她呀 我让你俩好 那不是假装的吗 你这时候的态度呢 就别太积极了 爸 人家都病了 你还说这话 啥叫积极啥叫不积极 我去 我去了 你 你别太积极了 你 闺女 你说她 她那么积极 还弄得跟真的似的 你没看出来吗 相遇啊 又不想和她分了 不想分了 赢的时候想跟她分 败了又不想跟她分了 不行 你干嘛去啊 我看看去 我得给她提个醒 你就别去了 你 那不行 我不放心 你 你行了 你别管 这可怎么办呢 你看我 我写的那个吧 那才是欧体 对 你写的这个有点偏流体了 对对对对 我看这会找到差距了 您这一指点让我有点毛色顿开 叔 过去王倩说您的书法写得特别好 我还不相信 我今天一看 妈呀 真太好了 这 在我眼里都好得不能再好了 什么好的不是 都是业余水兵 对对对 您还得多教我 把这练这个比斗地主强 对对对对 好 行 好 叔 我先给她 嗯 哎 公主 您打电话找我有事 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 赶紧到我家来一看 哦 可是我现在回不去啊 我在外面有事了 你在外面干嘛呢 呃 我 我有一点个人的私事 您能放我几天假吗 现在是村子里面最忙的时候 是这件事没完吧 那件事情又来了 那件事情没完吧 新的事情又来了 你说在这个时候 我怎么可能准你的假呢 你赶紧给我回来 我在家等你 怎么了 红主任让我现在赶紧回去找她 你这一回村吧 就得回家 一回家 咱们就在你妈面前输了 这一输 就很难再搬回来了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回村呢 我只是跟红主任谈工作 谈完工作我不回家 马上就回来 你能做到吗 能 黄秀美 你跟陈英的歌手选拔赛 选拔得怎么样了 就那村里那几块料 你哪角直都想想也知道 能选出来吗 反正没有一个 比夏美兰唱得好的呗 我就猜着了 要不然 还是把夏美兰请回来 那也只能那样了呗 早是如此啊 当初就别拿王一鸣 顶替夏美兰呢 是不是 这个时候请她回来 我还真不好意思说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给她打电话 她不会给你面子 是不是 那倒不至于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什么关系啊 对了 我们是纯洁的男女关系 那是你说的 我说的 嗯 别说你给她打电话了 就是我给她打电话 她都不一定回来 哎 主任啊 你好啊 我也挺想你的 不不不 挺想挺想你们的 爸 你怎么样啊 工作挺好的吧 顺利吗 工作嘛 说不上顺利 我想这件事情啊 你已经知道了 就是王一鸣在比赛的 过程里边失败了 这个事情啊 给村里边的文艺战线 以很沉重的打击 给上上下下 以很沉重的打击 没有办法 她不是病了吗 我估计啊 这次会演 她是很难很难参加了 哎 这样 我考虑来呀 考虑去 考虑来呀 考虑去 还得你上 还得你来唱 夏美兰 你能不能够抓紧回村一趟啊 主任啊 这个事啊 那个 你没问问沈子 还有陈英啥态度呀 这是村委会的决定 跟这几个老老娘们没关系 是 是 那村里的事肯定是主任说了算呀 哎呀 主任啊 你要是早两天说就好了 你看我们家师爷呀 刚托他们老板给我找了份工作 是在超市 对 教超市那些人跳舞 挺好的 一个月五千多呢 我这正准备去上班呢 你说我要是因为咱们村里会演的事 把这工作给辞了 我怕我们家师爷呀不同意 要不这么着吧 你再等我两天 我跟我们家师爷商量商量 实在不行呢 那我就把工作给辞了呗 怎么样 行啊 你就抓紧商量吧 商量完了以后啊 给我个回会儿 我可告诉你 现在村里呀 急需你 把这儿 哎呀 当初赶我走的时候的那个字呢 现在想让我回去了 一个电话就想让我回去 叔 来了 你们俩怎么样 叔 求求你了 你好好劝他呗 没准他一见着你就好了 叔 你先别着急 我现在就进去看看 你先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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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空姐 你来了 你哭了 你的眼睛抖了 没事儿 有我就好了 앙 那你是不是有什麼不開心的事 有什麼不高興的事 你就跟我說 你騙不了我 我就知道你有不開心的事情 你有啥想不開心 你就告訴我 你想吃什麼 我去給你買 你想幹什麼 我都答應你 只要你高興 我做什麼都可以 我答應過你 我會以一輩子對你 那 你陪我出去走走好不好 好 我可以 叔 把我带他出去走走 好好开刀开刀的 走吧 儿子 高兴点啊 出去转转 看着 虽然刘大刀不同意 只要相遇对咱儿子好 这事就 还不了 啥还不了 要咱一年一直不好 刘大刀能找这么个女婿 这话说了什么叫一直好不了啊 不就是受点刺激吗 你说这不激烈话干啥呢 你就故意的 你给我心里边添毒你这 我这哪是故意的 我就跟你说个脸 万一人家要不跟咱嘎亲家 咱好有个心理准备不是吗 准备啥准备 还咋咋地 你干啥去啊 赶小海去啊 我干啥去 啥时候了你还赶小海啊 啥时候不得挣钱啊 儿子师妹不要钱哪 你咋还弄得跟真的一样呢 你你你到底啥意思啊 不是你让我配合她治疗的吗 咋啦 我又做错了 我是说让你配合治疗了 那你假装一下就行了呗 你这你 你这弄得跟真的一样 我不跟你说啊 她现在是精神病了 你你可千万别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明白我的意思吗 行行 我知道了 快回家吧那边 记着我说的 尤文 花蓝的花香 听我来尝一尝 尝一尝 黄蝶唱了 怎么这样跟你说呢 你这东西这两天卖得不错 游客还挺喜欢的 真的 跟你说件事啊 小心 我们家老红给夏美娜打电话了 让她回来呢 谁爱回来回来 关我什么事啊 我这焦头烂额的好过不上了 怎么了这是 朱学师把王健带我们家来了 朱学师把王健带回来了 好啊 好什么呀 我半夜也没瞧着她 你看那男不男女的样子 我直接把她给轰出去 你 那也好啊 那不是你高兴吗 关键是我把她轰出去了吧 朱学师跟着她一起走了 更关键的是 走的时候我还说了一句说 朱学师你敢走 以后你就别回来了 我以为朱学师就走两步就回来了吧 没想到这小子现在学得有多坏呀 现在都不见人影 你瞧这账乱七八糟的全得我算 我哪会这个呀 不是 我说 这个朱学师会不会就此就 一直不回来了 不会 我告诉你啊 你啊这个嘴比脑子快这毛病 你得改改 改什么改呀 但是她那个肯定不会不回来的 因为我们家老红给她打过电话了 说有事找她商量 估摸着 现在她应该回来了吧 真的 真的 你们家红主任无形当中 给我帮了一大忙 给她商个话说我谢谢她 得了 这事就不用谢了 就是 夏美兰回来的时候 咱们配合她一下就行 说心里话 我真是不甘心 你有什么不甘心的 你想想我们家老红 是不是也挺不容易的 为了这慧眼操碎了心 剩多少火啊 王一鸣的事上火了吧 这要是慧眼再搞砸了 那不上大火了呀 那让她在这里怎么工作呀 对吧 我们家老红做梦都想拿那块什么 精神闻名的牌子 要是拿不下来的话 那慧眼再搞砸了 明年还能不能干 还是两说呢 咱们这么多年的那个姐妹了 你能不能不看赠面看佛面啊 你给我个面子 到时候夏美兰回来的时候 再配合她一下 就把慧眼就对不过去 就完了呗 你说呢 哎呀 陈英 求求你啦 看你也在那磨磨唧唧 嘀嘀咕咕咕的弄半天 你不就是为了帮助你家老红 争取继续当主任 然后再弄一块 精神闻名的牌子回来吗 就这点事 你用着绕那么大弯吗 再说了 咱姐儿俩这感情 那还用说 行吧 等一下米兰一回来 我保证不给她捣乱 保证好好地配合 行了吧 陈英 真是我的好姐姐呀 谢谢您 行了 这不跟劲儿似的 你别算账了 一会儿你们家中学师回来 她给你算 中学师等了 回来看我怎么收拾她 别说了 主任 主任 你找我 主学师 我这么着急地找你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你告诉我 你干什么去了 我可不肯定不说呀 你干吗讲不说呀 你跟我还保密啊 我问你话 你必须告诉我 你干什么去了 从来这是我隐私 你还隐私 我问问你 你是不是找了个女朋友啊 主任 你真聪明 我确实是找了个女朋友 干什么的呀 就是给咱们村的草根快递 送快递的快递员 我刚才在她家 你一打电话我就跑过来了 送快递的 嗯 行啊 不管她送什么 终归是个女朋友 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找你来呀 是王一鸣跟主治医生说呀 要让她在哪儿跌倒的 再在哪儿爬起来 在哪儿爬起来 在哪儿爬起来 是说得也太通俗了 通俗吗 主治医生说的那个复杂的 你能明白吗 可都是英文啊 GPS高嘎的K 你懂吗 斗地主卧会 但这个真不懂 还是得呀 人家是医生的意思是啊 既然王一鸣是在 声歌比赛的过程里面 抑郁的好 就让他呀 再参加一次晋级比赛 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过吗 你在电视台认识什么人吗 洪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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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刀 大刀 朱开子也在呢 快坐快坐 什么事这么急啊 他真有个事 我得跟你说一下 那你先说 是这么个事 这个 你这么看着我什么意思 你要觉得不方便的话 我就先回避 可话又说回来了 我也不是外人呢 对吧 也是 没事没事 都不是外人 那我说了啊 你说 这么个事 我就是觉得啊 让我家湘玉配合一鸣这事啊 有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他俩本来不是假的吗 假装的吗 我现在咋觉得越来越像真的了 有这个事吗 你看啊 我发现湘玉啊 对一鸣的这个动作啊 体贴啊这个细致啊 对不对了 越来越像真的了 这 那太好了 是啊 好事啊 什么好事我愁死了 大刀啊 危难之时见真情啊 相遇啊值得表扬 你看看 在王一鸣得病的时候 他挺身而出 照顾王一鸣 这说明他呀 觉悟很高 品德很高 也说明你们家呀 教育得好 教育得很成功 你非但不应该发愁 反而应该高兴啊 反而应该高兴啊